我們要請周映君老師來跟我們說 下週1月11到1月17號的整體 那個生效的映室 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是老鼠的 鼠龍的 鼠猴的 未來這一週 要多注意一下 節制一下 可能就是有節財 漏財的這個狀態 所以小心一點 所以花錢要多小心 多算算再花 然後我們給一顆星 老鼠跟龍跟猴 對 老鼠 龍還猴 再來就是 如果是屬兔的 屬羊的 屬豬的 有貴人來幫助 所以 痞吉泰來 漸入佳境 它可能會比較好 如果說你心想的事情 或是說你的工作 可能會漸入佳境 會能夠達成你的心願 所以我們給三顆星 對 不錯 再來就是 如果說 屬牛 屬蛇 屬雞的 牛 屬雞 未來這個禮拜 喜氣洋洋 急慶之兆 就是在工作上面也順心 在感情上面也順心 就是工作 感情方面都兩得利 所以說我們給 四顆星 再來我們看看 屬老虎的 屬馬的 屬狗的 未來這個星期 人才奇美 得意重演 工作也順心 都很好 感情也順心 還有財力也順心 所以能夠工作 感情 財力 三樣都得美 所以我們給 五顆星 太好了 對 那我們再來加碼一下 未來這一週 桃花最好的是 屬雞的 屬雞的 屬雞的未來這個禮拜 可能感情方面會比較特別順利 再來就是工作最佳的就是 屬老虎的 工作方面就能夠製造一些好的良機 再來就是我們來看看財運最佳的是 屬馬的 屬馬的 未來這禮拜的財務收入 會特別特別的優惑 所以非常不錯